台北市万华区的长顺街和黄河南路附近 上午6点多发生跳电 而台电接获的通知已经赶往现场进行抢销 据了解疑似是电路故障 而突如其来的跳电意外 也让民众措手不及 尤其附近有肉品冷冻贵业者损失惨重 但为何发生跳电 详细原因有待台电人员进一步调查理清 这是我们掌握到来自于台北市万华的最新影像